2月16日,一家电子游戏博物馆的馆长Andrew Borman发表了一则推特 内容是,谁能想到一个月前《星际争霸幽灵》在某个论坛里泄露了出来 顺便附上了几张截图 早在一月初,这个早期内部测试版本就已经在一些Xbox群组流传 只不过这则推特才让这个泄露版本引起了关注 就在同一天,《星际争霸幽灵》的早期测试版本出现在了Archive的ORG上工人下载 有人下载了文件后使用出版Xbox或者X360的Fusion模拟器 运行了这个大概制作于2003到2004年期间的测试版 而且居然真的能玩 相关游戏视频开始在网上传播 我自然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 由于手头编并没有这两种设备 我只能找来一个开源的初代Xbox模拟器 CXPX Reloaded 然后给电脑接上XES手柄 加载文件运行游戏 短暂的黑屏后出现了暴雪的logo 按下菜单键可算跳过了这个动画 我还以为死机了呢 终于进入主菜单 输入我的用户名后 直接选关开打 尽管表面上初代Xbox的硬件最接近PC 但Xbox模拟器是第六世代主机里模拟器完成度最低的 运行时出现各种错误属于家常便饭 比如一上来超过三分之一的屏幕就被灰色所遮挡 帧数倒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无论开枪还是开镜都会使手柄进入停不下来的震动状态 感觉震动马达火力全开了 不行 这样下去家里人可能认为我在房间里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好在没一会儿模拟器就爆错了 重进游戏 选择第二关进入 直接一半的屏幕都被遮挡 这还怎么玩 只能看别人在Xbox全机上录的视频了 这个泄露版一共有六个关卡 由于初代Xbox只有64Mbps内存 但是第一关的运行需求超过这个内存容量 因此想要玩到每一个关卡的话 你就得有一台初代Xbox开发机 或者一台安装了模拟器的360破解机 整个测试版的流程并不长 不过你也能从中大体了解到游戏的玩法 从指引工程坦克或者战寻舰的大核炮攻击 到潜入作战 QTE 黑客小游戏 月间视角 红外成像 这些元素各2004年虽然不是首创 但也都挺时髦的 看上去是个MGS细胞分裂与星际争霸的混合体 哪怕没挂着星际的名号 给人感觉也不算太差 当年我对这个星际打枪游戏可以说是非常期待 毕竟这个世界观不做个验声的射击游戏着实浪费 第一次了解到这款游戏 貌似是2005年UCG13特辑上 看了现场修完的描述 直接期待疯了好吗 而且杂志上还说明年暑假 诺娃姐姐就能陪你共度清凉夏日了 在网上找了几段演示和CG看完越发想玩 简直是望穿秋水呀 结果第二年我只盼来了游戏被搁置的新闻 可惜了这么棒的S呀 我是说可惜了这么棒的概念 那么这样一款公布多年 年年参加E3和TGS 还有现场试完的作品怎么就这么没了呢 星际争霸幽灵从公布到正式取消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下面且听我慢慢道来 时间刚刚进入千禧年 暴雪正处于上升期 星际争霸大红大紫 暗黑二也风头正进 除了正在研发中的魔兽三 暴雪还想回归主机游戏市场 毕竟早年就是靠摇滚赛车 失落的围京人一类的作品起家的 如今只做PC 完全放弃主机这块不算小的市场怎么行 然而暴雪本部手头上的事比较多 并没有多余的人力再去出一款全新的主机游戏 于此他们选择与Mass Media合作 先将星际争霸移植到了N64上 不过缩水的画面和蹩脚的操控 使得本作成为了将RTS移植到主机上的失败典型 虽然暴雪还专门为这个版本制作了几个独占任务 但依旧口碑不佳 毕竟体验比PC版差太多 而星际争霸幽灵项目的上马 则始于一家外部工作室的主动情 Robert Hubner曾任职于卢卡斯艺术 参与制作了星战绝地武士黑暗原理2 两年后他离职了 卢卡斯艺术的当年别名叫卢卡斯大学 因为薪水虽然不怎么样 但假如你想进入游戏业 那里是个不错的起点 随后他加入了暴雪 并被分配到了星际争霸1的项目上 可没等星际上市 一帮从卢卡斯艺术离职的老同事就邀请他去创业 开家新工作室 虽然觉得在暴雪没干多久就离职不太好 但还是接受了老同事们的邀请 而这家新工作室的名字就叫Nihilistic 他们的第一款游戏是吸血鬼闭市救赎 获得的反响还行 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好呢 看到暴雪重回主机市场的需求 Robert Hubner决定向老冬家暴雪 提议制作一个星际争霸题材的作品 想象一下你身处星际争霸战场中的情形 向暴雪展示的Demo和Nihilistic 在会议中表现出的热情 令包括北暴雪副总BR Roper在内的高管印象深刻 Nihilistic拿下了合同 这个年轻的工作室将在暴雪的指导和反馈下 完成星际争霸幽灵 而CG动画部分由暴雪自己负责 这笔交易没有定下一个确切的发售期限 开发组只管做到足够好就行了 Huberner在接受Polygon的采访时说 我们觉得这条件不能再好了 那么接下来是时候开工了 游戏的前期开发进行得很愉快 你扮演幽灵特工Nova 能隐形 身法了得 还能引导核打击 与战场中的其他人类部队进行协同作战 Nihilistic的员工很兴奋 相信这部作品一定能大卖 开发近两年后 星际争霸幽灵选择在2002年的东京电玩展上出此亮相 暴雪还同时宣布将由Cupcon代理发行日版 同时登录PSR、XBOX和NGC 预定2003年发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指导外包开发的弊端开始显现 暴雪作为甲方 不是希望能添加一些新的玩法要素进去 而不是完善一个已经做好的点子 Huberner说 很多时候这些要素就是来自市面上的其他游戏 比如细胞分裂中 Sam Fisher可以用双腿城墙进行躲藏 而在这款游戏上市时 暴雪那边就有人希望加入相同的内容 很多时候他们得到的反馈是相互矛盾的 因为对接的负责人总是在换 一开始他们做的是一款潜入类游戏 在关卡设计时自然是偏向隐秘行动 后来暴雪的反馈里又有人觉得 应该多一些打枪正面刚的内容 这样会更酷一些 好 那就多点打枪内容 结果试完反馈又说 动作打枪内容太多了 多一点潜入 对了 还得加个多人模式进去 现在主机上也开始新联机了 Huberner感觉自己像一条追着自己尾巴兜圈的狗 他们的工作就是不停循环的做同一件事 游戏的剧情也经过多次冲写 因此幽灵不得不多次延期 不过公众对此也习以为常 毕竟是暴雪 到了2004年 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 开发了三年多 但是依旧不知何时才能做出暴雪能满意的作品 Niolastic的员工认为 暴雪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个什么样的游戏出来 他们做了潜入关卡 虫族关卡 神族飞船关卡 每个关卡的玩法都大不相同 但依旧没有达到暴雪所谓的高度打磨 可发售的标准 双方都感到这场合作即将走到尽头 Niolastic都已经开始与EA接洽 准备接别的外包活了 2004年13展上 现场试玩获得的反馈很棒 但Niolastic的员工做梦也想不到 双方的高层已经决定终止合作 对于在这款游戏上付出三年多心血的员工来说 得知这一消息的打击是巨大的 除了震惊 只有失望 不过这款游戏的开发并没有因此停止 另一家成立不久 同样只出过一款作品的Swinging Ape 立马就接手了幽灵的开发工作 而暴雪并不是临时随意找的一家工作室接盘 早在2003年 Swinging Ape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也许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他们接手后 暴雪提供的反馈也更加简洁和一致 而不像之前互相矛盾 几个月后 暴雪直接将这个工作室收购了 新的开发方向大大加强了多人模式 玩家可以扮演星际争霸中的兵种 驾驶载具护刚 而你扮演的也不只是人类 还可以扮演虫族单位 比如跳虫 刺蛇 甚至飞龙进行对抗 概念上听起来有点像隔壁西木做的 命令与征服辩解者 只不过幽灵的模式更多样一点 2005年13现场是玩很火爆 暴雪内部对这个项目也很满意 同年8月 游戏的开场CG动画公开 感觉距离游戏的正式发售已经不远了 可是这会儿已经05年了 年底Xbox 360都要上市了 这款游戏从PS2刚上市那会儿开始研发 到了PS3快发售都还没做完 暴雪爱跳票的传统放在主机圈儿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现在他们又面临一个抉择 游戏的画面和技术已经过时 要不要面向次世代主机继续做个高清版呢 但当时的暴雪似乎并没有多余的资源分配给幽灵了 暴雪内部可不止幽灵这一个项目 2004年年末 魔兽世界在北美上线 随后在全球各地区陆续开始运营 而本作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暴雪的预期 订阅人数很快就突破了百万 而这个庞大的项目也少不了有不少bug要修 还有内容需要更新 上线初期 暴雪全员都被调到山口山上救急 毕竟是暴雪创立以来最大的摇钱树 优先级自然也是最高 其他项目都得往后烧 同时还在进行的项目有 星际争霸2和暗黑3 和幽灵比哪个更重要一目了然 最后幽灵开发组的员工 被分配到了其他项目 这款开发了五年多的游戏 就这样被搁置了 毕竟对于此时的暴雪来说 是否进军主机市场已经无关紧要 但是暴雪一直没有承认游戏取消了开发 直到2014年 暴雪联合创始人Michael Moham 才官方确认 幽灵已被取消 这不是第一款被暴雪取消的游戏 前有冒险解谜类型的魔兽争霸 士族之王 后有代号泰坦的MMO 士族之王虽被取消 但是主角萨尔出现在了魔兽3和魔兽世界中 并且成为了游戏世界观中极其重要的角色 而泰坦MMO的编角料 则改成了如今的守望先锋 做了五年的诺瓦自然也没被放弃 他出现在了星际争霸2的剧情中 还有独立的战役扩展包 诺瓦隐秘行动 甚至还是个强力的合作模式指挥官 暴雪还出了相关的漫画和小说 对诺瓦的故事进行了补完 在日常要火的风暴英雄里 你也能见到他的身影 一款被取消游戏中的角色 有这个待遇也不错了 但大家惋惜的仅仅是诺瓦吗 不 我关注星际争霸幽灵 不是为了这个角色 我只是想要玩到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星际打枪游戏啊 有关星际打枪游戏的相关消息 在去年又出现了一次 Kotaku的记者 Jason Schreier 对 就是爆出圣哥开发内幕的那位 他在2019年6月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据称暴雪取消了一款 星际争霸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这个项目据说已经开发了两年 代号阿瑞斯 文中将这个项目描述为 星际争霸世界观的战地 你既能扮演人族陆战队员 也能扮演虫族 演示的内部反响还行 但暴雪还是取消了这个项目 将资源分配至守望先锋2和暗黑4上去了 只能说可惜了 总觉得指望暴雪重启这个项目 还不如指望DES的下一款战地是2143呢 我是疯猫 下期视频再见